大家好我是阿欣 相信最近大家都是非常有感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 政府開始強制規定我們 在搭乘大宗交通工具的時候 一定要強制戴上口罩 並且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雖然說這個新的規定 會造成我們生活上有些的不便 但是我覺得這都是政府 為了保護我們才不得不做出的政策 所以請大家務必一定要出手 那新型冠狀病毒除了影響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外 其實對於現在正在看影片的潮流來說 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對潮流圈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第一個首當其衝的就是我們特殊鞋款的發售情況 疫情的家具不只讓原物料短缺 也讓許多正在生產這些品牌的工廠造成停擺的現象 也因此影響到了許多品牌還有球鞋的發售 原本預計在2020年3、4月所發售的鞋款 都因此往後延了一大波 最好的例子就是2020年的鞋王 Dior 曾以Air Jordan 1 代 原本預計是4月要發行 現在已經移到7月啦 那還有Levis 跟Nubax 聯名的1300 舉標限定款 也延後了發售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那麼多的Air Jordan 1 代 全部全部都移到後續再做發售啦 那影響到的層面呢 當然不只是我們這些喜歡酒鞋 喜歡購買酒鞋的人 那包含貨運 以及一些在球鞋市場尾端的這些巢賣商 他們其實都受到蠻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很多貨其實都是從國外釣的 那像是最近的Travis Scott 因為台灣是發很少嘛 所以他們會從歐洲、美國 調貨回來這邊賣 但是呢 由於疫情的關係導致貨運卡關 所以現在如果最近你有在買一些不是台灣貨的朋友 相信這個等待的期間 可以說是比以前來得更加的漫長 那第二個 因為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潮流影響 還有什麼呢 就是 很多的品牌都暫時停止在壓 OK 那他這麼做願意 不難想像 其實是為了保護員工還有顧客 那像是Supreme Palace 以及日本裡嚴肅非常知名的潮流品牌 Bep 以及DoubleTabs 他們這些門市都已經宣布暫時停止營業 那其中為了讓這些品牌底下的信徒 可以擠擠擠擠擠擠擠 像Supreme他就祭出了一些蠻不錯的優惠 像是只要你消費買150塊美金 他就可以讓你免運 防疫做好做滿 我喜歡 第三個影響就是這些品牌開始投入物資 來救援全球的防疫啦 畢竟新冠肺炎這個疫情已經蔓延到了全球 所以防疫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幾個比較嚴重的國家 而是我們全球的人類都應該一肩扛起的責任 就像是不少品牌都加入了這場防疫之戰 像是在3月28號打出 昨日製邪今日製口罩的New Balance 就將原本在美國生產球鞋的工廠拿來製作口罩 來增加日子健短缺的口罩用量 同時New Balance 也捐出了200萬美金 來提供給防疫機構 實在是 實在是 非常非常不對 那另外一邊像是Supreme 也預計要推出一款 綠色象徵醫療資源的 BOGO 來作為販售 那銷售的所得一樣都會宣贈給防疫機構 藉此來為醫療供協 但是Dior也利用自家在法國北部的銅裝工廠 來製作相當具有實用性以及外觀的口罩 那同樣是時尚品牌呢 先是捐贈了7000萬台幣給防疫機構 那之後呢就將品牌旗下本來生產香水 口紅的這些工廠的供應鏈 改而來製作成消毒水以及吸手液 並將這些物資免費提供給當地的防疫機構 這場防疫自在可以說是讓服飾品牌全員動起來 像是市場品牌剛剛提到的那幾個嘛 還有像是Brada、Chamel以及一些比較快時尚的H&M 還有ZARA等品牌呢 都將自己本來工廠的一些供應鏈生產線 改來製作成一些防疫用品 並且呢提供給當地醫療機構來使用 那說到這邊是不是你應該覺得 要給這些品牌好好的鼓勵一下 實在是非常優秀 我喜歡 那看到這邊你可能會想說 我們一般人也沒有像品牌這樣有這麼多的錢 那麼多的工廠可以去提供這些物資來防疫 對吧 沒有錯 的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但是呢我們卻可以透透一些小動作 小小的動作 來加入這場防疫之戰 像是勤洗手 戴口罩 不去公共場合 在公共場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然後充分落實居家檢疫的規定 來有效的助攻這些站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因為現在說實在 這個階段來說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千萬不要為了 自己一時的方便而造成 而變成了一個防疫的缺口 該隔離就隔離 該戴口罩就戴口罩 該訂閱就要記得訂閱阿欣 今天拍什麼時候的頻道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訂閱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個人IG 我們 下次見掰掰 靠腰剛剛忘記拍正獎的部分了 這支影片有正獎 獎品呢就是這個 Puma的腰包 好不好 要怎麼得到呢 只要在底下留言說 呃... 大家一起拼防疫 這幾個字 大家一起親拼防疫 就有機會得到這個腰包啦 抽出一位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見掰掰